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5号 星期三 旧金山要搞APAC会议 说是几十年来搞到最大的规模的盛会 然后旧金山现在清理释荣 为了举办APAC 有人说清理释荣是为了习近平 说这个说法涉嫌误导 我觉得这也是 APAC经济体成全21个 习近平只是其中之一的领导人 他们为整个APAC清理释荣 并不是为了单一领袖做准备 这是肯定的 是为了整个峰会 加州庄纽森在10月10号的记者会 坦言说旧金山确实在为APAC领袖到访 而清理释荣 相关工作并非最近几天才开始的 而是在APAC举行之前的几个月 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 14日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解释 说旧金山持续清理街道释荣 并且协助安置这些无家可归者 并不只是在APAC峰会之前才这么做 这是我们长期的一个计划 当然也在提高了安保级别 就是说领导人来了 希望就是说 你说马路上来个持枪抢劫 把习近平抢了 也不太好看 是不是 丢人丢大了 对吧 结果丢人就来了 一队从欧洲前来采访 APAC的捷克电视台的 叫CT24的采访团 在旧金山当地知名的独立书店 城市之光 进行拍摄的时候 这是一个 军圈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书店 叫城市之光 你想就是说 旧金山城市之光 在这么繁华的大白天 在这么繁华的地方拍摄的时候 遭蒙面匪徒 当街持枪抢劫 拍摄器材 设备 全部被洗劫一空 贝捷记者表示 捷克记者说 说匪徒来了 一个人用枪指着我的腹部 另外一个用枪指着我同事的头 被枪顶着头 然后被抢走的器材 价值超过的那一万八千美元 那也差不多 现在他们记者用的那些摄影机 那都比较好 因为我们玩的话 一个机器都几千美元 一个镜头都几千美元 我们拿出的一套 都得四五千 对不对 他们用的可能更好 所以他们一套器材 一万八千美元 也不多 还可以 但是当然记者表示 就这东西丢了就还好 对于电视台来讲 这就是成本 对不对 就算了 但问题是来了好几天了 前面拍摄的这些素材都在里边 这个比那器材可贵多了 我这几天拍的东西都在里边 这就都没有了 知道吗 本来也想拍一个季度片的 那现在就全完了 现在重新买器材 前几天的这些工作就全没了 整个重拍 所以记者表示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崩溃 那旧金山市长办公室 也觉得丢人丢到国际上去 太丢人了 说市长布里德13日 已经接见了捷克的采访团 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安慰一下他们 说都吓坏了 被枪指着头 对不对 都吓坏了 安慰了一下他们 说市长已经指示了 让市公安局局长赶快的办理 但是也没辙 能怎么着 对不对 之前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不是被人抢了车吗 最后车拿回来了 劫肥也抓不着 美国你就别想了 破案率 不破案率92% 破案率7%多 100个案子只能破7个多一点了 8个都破不了 所以92%的都破不了 你就别指望这事了 就完了 丢了 人没受伤就好 对不对 然后反正就那么意思 你能想象吗 比如说中国 比如说搞一个什么市博会 或者APAC会议 我不知道反正就在中国搞 对不对 不管在哪 搞一个会 然后比如说捷克电视台的记者来了 然后比如说 假如说在北京 搞一个会 然后到北京 比如说三里团有过什么书店 有没有 书店团有过什么书店 对不对 去了之后 比如说在那苏联里 排个记录片 然后来了两个劫匪 拿着枪 一个顶着头 一个顶着腰 然后把捷克电视台 价值18000美元的设备 都抢走了 北京市公安局 还不炸了 那就真的炸了锅了 对不对 北京市市长 估计就引就辞职了 北京市市长 市长可能辞职不了 市长是习近平的人 但是公安局局长 好意思不引就辞职 对不对 那还不 全北京的那警察 他都得给我回来 都取消休假 整个黎巴北京 就戒严了 整个外北京翻过来 也得把这俩孙子 给我弄出来 对不对 把这器材 得给我找回来 把这俩孙子给我找 还有关键是 这点把枪从哪来的 你跟我说清楚 对不对 你哪弄哪个枪 都弄着枪 见了鬼了 是不是 最后把这点人抓回来 这点把枪从哪买来 这谁卖给你呢 也得给我滴了出来 整个这条线 就整个从头扒到尾 你知道吗 那简直就是 对不对 在旧金山呢 就别想这事了 这俩街匪都抓不回来 那两个枪呢 就更别想 知道吗 就这意思 那设备呢 你就当扔合理 就没了 反正这意思啊 然后呢 这就已经够丢人了吧 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丢到欧洲去了 丢到全球丢人 这真的是 然后呢 这个旧金山电视台 KPIX的一名主播呢 山本 他说呢 他说这样子啊 他说我们是当地 当地电视台 当地主播啊 他说这样子 说呢 你们呢 这个呢 新人来了之后呢 不了解了当地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呢 也不能完全怪我们的劫匪呢 把你抢了 我们当地呢 其实治安呢 还行 没有你们说到这么糟糕 主要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说为什么他是这样 你看我们出去的 为什么不被抢呢 他说我们当地的 我们当地媒体啊 所有我们洛杉矶当地媒体 平时我们外出工作 去录像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前通知警方 然后让警方呢 派人过来保护我们 明白吗 然后呢 如果是大电视台的话呢 警察会派人 会有警车呢 在这个摄影组的后面跟着 保护我们 如果是小摄影组的话呢 就请不动警察的话呢 我们会自己花钱呢 请这种持枪的 保安和安保人员 在后面呢 保护我们 所以呢 会一直呢 随行确保呢 这个安全 所以他是 这是你们自己的 没有到位 你们作为捷克电视台 你们来参访APEC 对不对 你们这个国际大媒体 你们可以跟洛杉矶警方呢 就是申请保护 那我相信呢 这个市长布里德呢 也已经接见了他们 对不对 表示了慰问 那这案子可能破不了 但我相信市长呢 会跟这个警察 这个军山市警察说 警察呢 我相信会出动车辆 出动人员 就是所有从欧洲 或者全世界来的这些 来采访APEC 转播APEC 这些媒体的 我相信后面呢 以后每一天一直到APEC结束之前 每一天他们去哪儿采访 后面都会有个警车呢 可能有两个警察拿着枪呢 跟着他们 我觉得可能就行了 如果遇到劫匪的话呢 我相信呢 就后面警察呢 啪 把那个警车一开 劫匪一看 警察在后面 可能开车就走了 你知道吧 我觉得还是能把 因为我觉得开个警车 总是能震慑一下吧 你知道吧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 发一个视频在旧心山 十想抢劫 旁边就停着警车 根本就不管 就直接抢 然后呢 那警车呢 开了警别了 他们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一看 警察开了警别了 行 那走吧 开车就走了 没抓着 没抓着 当着警察在面抢 警察开了警别 他们开车走了 警察因为被车挡住了 警察没开过来 就跑了 没抓着 你能想象吗 能想象吗 但是好歹警车在 把两个劫匪吓跑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旧心山呢 目前呢 反正就这么一情况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就说呢 如果任何人 你去旧心山 你去玩 如果呢 有那种拍vlog呢 我建议你呢 不要拿太贵重的设备 如果你拿的就是特别贵重的那种设备的话呢 嗯 那就像呢 这个他这个KPIX的这个主播山本说的 那你被抢你自己活该 你自己没有呢 顾安保人员 也没有呢 向警方的通报 对不对 那你被抢呢 这个你自己的责任 你不能怪呢 旧心山 是不是 因为旧心山呢 他不相信眼泪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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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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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